今天我们在一起共同来探讨一下竹子的画法 竹子可以说从无到今是咱们比较喜欢的题材之一 可以说竹子和梅兰朱菊这四君子深受咱们文人和老百姓的喜欢 这个画竹子主要讲究的就是说写 人家说仪式兰半世竹 也就是说这说明竹子在画的过程中它是不容易掌握的 下面咱们来先看一看竹竿的画法 这个在画竹子的时候咱们注意调墨 一般情况下咱们画竹子就用这个大白云 它是一个煎黄的 这个吸水性比较好 比风也比较坚强 所以说咱们在画竹子的时候 尽量选用的毛笔就用这个煎黄的毛笔比较适合一些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竹竹竹竹竹在画的时候 首先就是说要注意几个动作 第一就是粘杆的动作 首先要起笔 起笔的入纸 入纸了之后变成中锋 然后向锁上 第二笔你看 然后木质 行笔 片 左上 调出主线 那么咱们在画竹竿的时候 基本上用到的是什么 侧峰和中峰 一般情况下 这个竹竿在画的时候就是先 你看 入纸 入纸用侧峰 然后转成中峰 向上用笔 这样呢 可以要好把握这个毛笔的使用 因为这样呢 用中峰画出来这个竹竿可以说比较直 而且呢 它这个粗细的程度能够达到一致 向上 这是竹竹竿的画法 那么还有一种画的方法呢 就是全笔用侧峰 我们看一下 下笔 向上推 然后稍微调出一点 全笔用侧峰呢 这种画法呢 可以说当笔小的时候 可以画出来一些粗的一个竹竹 侧峰 一般情况下 我觉得呢 在这个 用侧峰画竹竿的时候 一般都是画底部的一些竹竿 因为它比较粗 而且呢 这个底部的竹竿呢 可以说它的竹尖比较短 你看这 一尖 一尖 三尖 四尖 可以说它很有力度 这是一个竹竿的 那么首先这个竹竿画完之后呢 咱们要这个画节 画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画一只 画那小只 那么竹竿在画的时候呢 有两种 第一种你看就是这样 先切成 先切成 然后上骨 手饼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东西 这个 先下 那么咱们把这个竹竹竿勾上 这个勾竹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是趁湿的,趁湿勾一下。 下面的竹可以多勾一点,可以点猪节。 这是这个竹竿的话,